颱風剛剛遠離台灣 但是這連續的好雨是造成了 彰化沿海養殖的文革受損非常的嚴重 這養殖池裡面的鹽水 因為下雨而變淡 所以文革是沒有辦法存活了 死亡率是逼近了九成 這些養殖業者損失非常的慘重 竟然是達到了上億元 不過這禮拜就是中秋廉價 海鮮需求旺 但是現在幾乎是沒有蛤蟆可以賣了 價格不停飆漲 中秋不能自己烤肉 有不少民眾趕緊搶訂燒肉餐廳 就想大口吃肉再配上一口海鮮 肥美的仙科烤到噴汁 還有烤蝦蛤蜊 這些通通都是中秋大菜 但走一趟漁市場 這些帶殼的海鮮 尤其文革價格漲翻天 就死傷嚴重 源頭也是都漲 或就是量比較少 就加減有多少就賣多少 在彰化芳苑路邊堆成小山的 通通是豹殼死亡的文革 業者辛苦養殖 卻被大雨給毀了 沒有了 都沒有了 死就死八塊魚了 這個漏漏都死了沒辦法 可能是真了 8月連續好雨造成彰化沿海 養殖文革摘損嚴重 這週又遇到颱風外圍環流 帶來一些雨量 讓今年粗估損失上億元 漏漏算減水的海水 漏久了 這麼久就都大量死亡了 計算很難就是沒有三千七萬 已經沒有漏漏了 現在已經沒有漏漏了 只要有養燈還有方向 讓我們先報就把我們認定了 這樣才對 彰化文革養殖面積有大約 一千六百公頃 年產值高達七億元 但是連續的豪雨 就讓養殖池裡面的鹽水變淡了 文革死亡率逼近九成 現在又碰上中秋旺季 根本沒有什麼量可以供應到市場 採收不復成本 有的人是直接開放民眾自己撈把 甚至還有養殖戶賠錢負債 不得不棄養 文革的市價原本一台金 大約百元上下 一下就衝到一百六十元了 但是民眾真的想吃不怕傷荷包 也還是有可能買不到 東森新聞陳永毅在彰化採訪莫道 晚上六點鐘 您的中秋假期安排好了嗎 這很多人大概是不會選擇到 台北市旅遊 所以現在市區飯店 最新的住房率就曝光了 昔日這招待國家元首的 原山大飯店 住房率竟然是不到百分之一 不是一成耶 浮華飯店也是掉到 剩下約百分之二 雖然各大飯店業者 都祭出了很多優惠方案 讓住房率在九月 是提升到了雙位數 可是他們還是撐得非常辛苦 氣派大廳紅色地毯 從門口蔓延直上 疫情前總能看見禮賓人員 親切招呼貴賓 昔日招待國家元首的 元山大飯店這回不敵疫情 住房率直線下滑 疫情衝擊大大影響了觀光產業 尤其是我後方的元山大飯店 在2019年的6月住房率 來到百分之76.6相當的高 不過時隔兩年 在今年的6月住房率下滑到 只剩下百分之0.87% 不只元山飯店衝擊打浮華飯店 住房率也從疫情前的百分之65 下滑到只剩下百分之2.24% 淨華酒店從百分之78.2% 到現在剩下百分之8.6% 韓社艾美酒店疫情前 有高達百分之83.4% 住房率如今剩不到十分之一 其實在六七月來講的話 因為我們就是可能就是 比較是保留有那個續住的客人 還有常住的客人 所以住房率的話 相對來講就會比較 降低一點 因為我們在九月份 我們推出了住房專案之後 我們住房率整體大概提升了 將近是大概有百分之十五左右 不僅祭出多項優惠 也要搭上五配券熱潮 有些飯店等不及了 乾脆賣掉資產變現求脫困 李方集團降價賣出台中 李方愛美酒店 底價從八十億元降到七十億 降幅約百分之十二點五 ATT新營利集團公開飆售 台中烏日1.53萬坪土地 估算底價落在四十到五十億元 另外新門町利福大樓 五月公開飆售 底價五點五億 如今價格再降到五億元 力求買家上門 為什麼 還是防疫比較重要吧 先把自己照顧好了 不要製造一些問題 因為疫情還是蠻緊的 應該是還是要很謹慎就對了 業者紛紛推好康 想求經濟復蘇 但疫情當頭 民眾心情始終無法放鬆 觀光飯店寒冬 恐怕沒這麼快結束 東森產業新聞 楊昭玉品捷腿報導 不過另外一個重災區 是餐飲業了 這網品集團去年九月的時候 才推出日式的定時餐廳 不過現在傳出在九月底的時候 要結束營業 而這也是繼八月底收掉旗下 樂士餐廳 木月之後又一個品牌熄燈了 全台唯一的魯魯米主題餐廳 才剛剛慶祝完四周年 現在也宣告要關門了 即便過了用餐時間 仍有不少民眾上前參考菜單 近期餐廳推出消費送定時 感謝活動 就是因為席燈倒數計時 網民集團旗下的日式定時餐廳 開幕才即將滿一年 卻將在這個月底席燈號 這是繼月式餐廳以來 第二個席燈品牌 日式定時品牌 唯一一間門市 就坐落在捷運國父紀念館旁 店內以定時 國務凍飯等餐點為主 平均客單價大約400元 當時開幕時 網民曾預計單年拓展3到5間門市 但恐怕受到疫情影響 營運一年後選擇停業 對此網民表示 為了符合市場變化 並保持品牌彈性 原電子 將由集團其他日式品牌 進駐營運 現在菜營業本來就是現在很很慘 如果還能繼續開下去 我就覺得已經很厲害了 對 能存活下來的 我覺得真的是 大家都很辛苦 對 收了很多 可是很多就我喜歡吃了 然後後來就都收掉 覺得很難過 全台導電潮意潑潑 包含全台唯一的 蘆蘆米主題餐廳 七月份才剛歡慶四周年 卻在開放內用屆滿一個月 就貼出將結束營業公告 打烊 對 那你們將會到其他地方被開 目前沒有 那你確切日期吃到什麼 九月三十號 主題餐廳餐點會藉由食材 呈現出蘆蘆米或是小不點的型態 開幕時吸引粉絲朝聖 咖啡廳內也隨處可見蘆蘆米圖案 但諾大的店面 現在卻不到五名消費者內用 與當時開幕反景落差相當大 外頭的複合式商店 則趁勢推出週邊商品優惠 全國開放餐廳內用一個多月 仍有業者 不看疫情下的長期虧損 選擇收攤絕血 就怕這波導電浪潮還沒平息 東三財經新聞 終於蕊謝偉宜 台北報導 去年這三倍券的數位綁定是慘敗 佔比竟然只有百分之八 所以今年的五倍券為了要血齒 這數位券現在說傳了隱形的撇步 有機會在明年四月底的使用期限之前 是無限制的使用這些特殊的優惠 不過現在各大的銀行業者 其實他們也很拚怎麼換最划算呢 要幫您來整理了 撈起鍋中麵條備用 再下油鍋收乾增添香氣 另一區的師傅俐落備料 推出各類美食成飯店業者 疫情下的生存之道 尤其下週就可以進行數位五倍券的綁定 當中隱形優惠也將推升使用意願 綁定數位五倍券的時候 頁面上會出現靜態數位標章 這個時候記得截圖起來 拿給業者看 就可以使用相關的數位優惠 在申請頁面綁定五倍券後 就會出現靜態數位標章圖案 截圖就能用 不過因為業者大多不會查詢餘額 也就代表民眾 可以無限使用數位券優惠 我們一定會針對數位券的部分 來進行一個加碼 因為對於業者來說 其實客人使用數位券 對我們來講是既方便又安全的 減少我們後端 要去銀行兌換這個錢的手續 為了增加數位券綁定誘因 各銀行業者也搶推優惠 低銀行刷五千元送三百元刷卡金 加上新戶加碼等 最高回饋到八千六百五十元 新展銀行新戶多贈兩千元 最高回饋可達五千元 等於變成十倍券 台新銀行則是各項優惠加成 合計回饋達兩千元 消費滿額再回饋三千元 累計最高回饋五千元 也是等同十倍券 聯邦銀行則是阿薩利 鑿鳥綁定五千直接變六千 不知道那個會不會很通用 就是如果我常去的店家 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沒有意思 如果大部分的店家 都可以使用數位的話 那應該會增加我對他的意願 各銀行業者優惠大比拼 搶攻五倍券商機 也要帶動新卡業績 東三財經新聞 終於瑞謝偉宜 台北報導